戰車撞汗馬官兵一死四傷 位於台南縣的陸軍南區聯合測考中心 昨天上午6點多 傳出戰車撞汗馬車意外 造成一死四傷慘劇 當時一輛M60A3戰車準備開往訓練場 對向一輛搭載8名官兵的汗馬車時來 兩車在寬6米的戰備道會車時插撞 戰車履帶瞬間將汗馬車邊篷捲入 坐在汗馬車右側的4名官兵受到波及 其中坐在最後方的二兵賴韋婷 被甩出車外重瘡不治 軍方事後說明事發經過 現在這一個是戰車的後面 這個是汗馬車前面 這是一條6米2的道路 他們在會車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們就是接觸到旅帶 就是繳到了汗馬車後面的棚部 所以把棚部後面的人把它拉下來 他是從車上摔下是在這個汗馬車的後座 因為爬上去了 所以拉到了那個棚部 雙方車速是不是過壞才會這樣出這種悲劇 沒有他們是汗馬車是停下來的 軍方表示事故原因移戰車會車時 唯一規定讓汗馬車先行所導致 軍方人員昨天到賴家致意 死者的父親難過的說 五個月前兒子才由一手大學碩士班畢業 如今卻在軍中意外身亡 實在難以接受 東新聞綜合報導 早